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王信賢 歡迎收看華視與眾不同 在這一次的二十大裡頭 在台灣的我們 應該最關心的就是兩岸關係 那怎麼去看兩岸關係呢 大概可以從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部分就是 習近平所宣讀裡頭的政治報告 到底它的內容 社談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相關的人士 首先我們從政治報告來看 政治報告這一次社談的內容 我想基本該講的都講了 那這個講是講什麼呢 也是祖國完全統一 而且這個完全統一 它是共產黨始至不渝的任務 我想這個部分在之前的 第三個對台的白癖書裡頭 也都提到了 再來就是去談 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 總體方略 那這個部分是過去將近 八九個月以來 中共官方一直在宣傳的 接下來呢 它就談一國兩制 和平統一 而在政治定位呢 一樣去談 一個中國和九二共識 我想這一次報告裡頭 當然對台政策 我們過去一直講 中共的對台政策裡頭 一直有四個部分 一個是反獨 反對獨立 促統促進統一 促容促進融合 再來是反對外部勢力干涉 反獨促統促容 反對外部勢力干涉 我們從這次的政治報告裡面呢 它非常突出 反獨跟反外部勢力干涉 另外一個部分呢 也就是讓媒體可能關注比較多的 就是絕不放棄武力的這一個選項 那它談到絕不放棄武力的這個選項呢 它有明確的提到 說這是最後的選項 會盡一切最大的努力 跟最大的誠意 這是第一個 而且呢 關於武力使用的對象 它也講明了 是針對外部的干涉 跟少數的台獨分裂行徑 我想這一次的政治報告裡頭 我們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它的主軸就是 反獨加反外部勢力干涉 這兩個之間的連結 這就是為什麼過去這幾個月以來 中共官方不管是外交部 或者是國台辦的發言人 都一直在提 它一直在批評 美國以台制華 而民進黨政府以美謀獨 而且常常把這個兩個連在一起 叫做美台勾連 我們在這次政治報告裡頭 看得非常的清楚 這應該就是它對台的詛咒 另外呢 我們從這次的人事來看 當然這次人事沒有公佈 這是在明年的兩會之後 我們大概才會知道國台辦的人選 但是我們從其他的人事的公佈呢 接下來王滬寧擔任設台的二把手 會不會有新的對台論述的出現 也就是過去一直以來 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是中共對台的主軸 而接下來王滬寧 他擔任了設台的二把手 會不會去協助習近平 出現新的對台的論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看到全國政協主席 他負責的是統戰 包括少數民族 包括內部的統戰 以及包括港澳台等 從這個角度來看呢 而且我們都知道 什麼叫做全國政協 它就是政治協商 那如果各位都清楚的話 我們看到 習近平在一二講話的時候 提出來積極探索兩制台灣方案 要怎麼積極探索呢 就是透過民主協商 所以接下來會不會加大 對台相關人事的民主協商 這我們必須去觀察 另外一個我們必須去注意的是 這一次進入了中央軍委 副主席的何衛東 何衛東他過去的經歷 是三十一集團軍 那三十一集團軍呢 事實上就是對台 而在軍改之前呢 他是待在南軍軍區 而在軍改之後呢 是東部戰區 曾經當過東部戰區的司令員 這兩個呢 這兩個延續的呢 基本上他的任務都是對台 今年年初何衛東突然 他就消失在大家的眼界當中 結果後來大家發現 他去中央連戰指揮中心 而連戰指揮中心 他就是統籌各種戰務的一個中心 我們也可以去聯想到 今年八月的時候 中共對台的軍演 這麼大規模的軍演 其實背後的操盤人 應該是何衛東 那我想剛才我們提過 就是國台辦的人選 主任的人選呢 到目前應該是到兩會的時候 才會出來 但是我們看到 這一次國台辦系統的 一政三府全部都沒進中央委員 那肯定接下來還是會巡力 由外交系統調人進來國台辦裡頭 目前當然很多人都看到了 包括現在外交部的副部長 劉堅超 或者是關於外聯部的齊鈺 或者是國安辦的副主任 劉海鑫 或者是現在駐美的大使秦剛等 以上提到這四個人 都非常有機會 擔任接下來的國台辦主任 那意思其實也是非常非常明顯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 其實涉台的任務不只是兩岸關係 還涉及到美中關係 尤其是對美之間的關係 中共要把一些可能在國際上 或者是對美有經驗的外交人才 把它搬到國台辦來擔任主任 以上是今天節目的內容 謝謝大家